放一粒芝麻, 香香的 很有鸡味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首斯白切鸡腿 这两只鸡腿我已经洗净了 这两只是新鲜鸡腿 白切鸡肉是很简单的 有几片姜 洗乾淨后放入水上浸熟 別浸过白切鸡前 您需要饮溫冰水在冰箱中 冰冰粒 冰水 浸一下冰水 鸡肉才会好吃 皮才会爽 现在水煮掉 直接放几片姜 3-4片 水浸鸡腿 浸泡 适应鸡皮 鸡皮 这两只鸡皮是我自己做出来的 调中火 将鸡皮沸起来 浮起来 我们不让鸡皮浮起来 把鸡皮沸起来 沸起来 要调一下最慢的火 让它稍微沸起 大约20分钟就可以了 盖上锅 保持微沸的状态 浸鸡的时间 来做点料 这个葱白 首先切出来 葱白 切成葱 切成葱 这块姜 用姜 根据自己需要 够就算了 OK 够了 把鸡皮炒 煮熟油 爆一下葱白 稍微收一下火尾 不要太慢 爆一下 直接倒下去 放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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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点盐 放点白糖 和一下味 如果没有糖 它会死咸死咸死咸 刚刚浸了20分钟 把它关掉 开盖 先试一下 最后的位置 最后的位置 水出来 没有血水就可以了 放点水出来 熟透了 然后将冰水放入冰水 继续加冰水 一定要浸泡 将鸡皮浸泡 这个筋已经断了 熟透 一定要浸透 这两只鸡皮已经浸透了 将鸡皮拿上来 将鸡皮擦出骨 鸡皮 不要油 可以清一下油 不要 20分钟是很适合的 骨碎里面还有一点红红 很漂亮 手撕好了 现在来刮一下鸡的成熟度 骨碎里面还有一点红红的 有没有看到 鸡肉已经熟了 所以这些鸡一定是滑的 如果骨碎里面已经黑了 就可能会过火 现在是刚刚好的 20分钟 猛火浸 直接放点料 好香 放些粒芝麻 香香的 加些甜酥油 两种点料 好有鸡味 鲜香嫩滑 羊羊齿 今晚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 拜拜